或者抖去四分后面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局面 要想好 好 这个就是往三分后面去 这样的一个台面只要掉成功一杆 分就够了 打进 踢出来 赞 有想法 没有去掉球 打进 踢出来 这样掉到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球掉到完全没有意义 对方不可能在这样的球局下解不到球 真的没解到 太夸张了 这个跺干没有跺到 这球可以直接提起来攻了 这球攻有困难 还是十字回球 下右赛往中间躲过来 躲到六分后面 但是这个球蹭到了七分 用五分挡到 那这个球就有一定难度了 这个不但要解到 而且还不能解漏 这个Neil Robertson 可能会为刚才这个鲁莽的一杆付出相应的代价 而且大家看现在解球的角度 就在中带的带口的这个角上 大家看看中带的带口 看上去很小 其实它有很长的一条边 因为有带弧形的地方都不能用 所以它有很长的一条边是不能用的 所以很多球一旦要这样解 它就必须要下赛 你看 这个下赛的不够 这是一个fall and miss 还是要摆回来的 问题不大 这个没有大小 因为这一杆解不解的到都没关系 它只要打进三分 还是足够来赢得这个比赛的 好 现在差18分 打进三分还不够 它要打进三分和四分 但是呢 这个问题不大 因为球都比较开 接到 打开 球横抬过来 可以攻了 这是两杆 要求比较高的大型走位 两杆都是拉杆 打进三分是一个小拉杆 让它靠到左边 靠近中带带口的地方 然后打四分一个甩尾过来打五分 那这两杆呢 都对进球的精准度和拉杆的力道 都有一些要求 当然 以34567这个台面来看 给出这种机会 已经算是一个绝顶好机会了 差很多啊 你看他选了拉杆一颗星 弹起来 那这个就基本交代了啊 但是还是不好说 因为这个四分也并不是非常容易打 然后四走五呢 也有一定难度 因为打进四分不过是超分而已 但留下18分的台面呢 对于Neal Robertson来说 也一点都不紧张 所以他很可能会选择打进三分 然后轻推四分入带 然后再来做安全球 拐过来要Kiss 想法很好啊 想要把它挂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就做到一个可以走球的角度 对 那这杆球反而变成需要发力来打了 他就轻轻地打出现Kick 哦 这个时候出现Kick 那大家看呢 领先的分数是21分 台面是22分 打完就赢 刘松的一个决绝好的机会 没有比这更好了 在分数足够的情况下 对方露带口球 但是关于这个走位呢 是需要好好来考虑 我的感觉走位应该是用Clock来打进 然后挂两颗星到右边 从五六从左边过 然后从五六中间穿过去 在右边来打五分 当然它有可能选择直接拉杆 让它沿着右侧的库边一直往下走 直接直抬下来 就看它选哪一种 它直接走折线过 你看看这个球打的 我刚才说的两种 它一种都没有选 它用折线过来的话 它的赛应该加得很大 但是给我感觉 这个赛已经不起作用了 这个赛没有作用了 等于说你这个冲的力道足够卸掉你赛的力道 赛是什么呢 赛是要在这个球堆的 不是球堆的 就是这个台边的这个地方 你要让这个球和这个枯边要有 对要有这个时间让它去摩擦 如果只是轻轻碰一下 或者说很重的弹起来的话 这个赛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就是效果会很很微弱了 对而且再加上大发力本身有一个反向的卸力的过程 但是主球看很有可能摔弹 问题不大 已经是超分了 对 这已经没有什么追着希望了 推向代口 不管进不进 尤松都输掉了这一局了 五分ン的飞 五分ン的飞 邻老虎 这一勘球非常业余 我不得不说 刘松对于这个球的理解 这一勘不是说打 跃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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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